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堂堂正正 光明磊落 萨尔瓦多只不过是做了联合国 以及世界上其他177个国家早就已经做过的正确事情 一个中国原则绝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什么交易筹码 事实上在中萨建交的过程当中 萨方没有提出任何经济前提条件 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交易问题 你提到的个别人的所谓晶元换外交的说法 完全是无中身有自欺欺人 也只不过是在以己之心夺人之父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 9月1号将正式实施 这一例好消息已经公布就引起热烈反响 27号 福建省贯彻实施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 会上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杜青森表示 福建省公安机关全力以赴 做好港澳台居民申办居住证申领发放最后阶段的筹备工作 从福建省实际出发 本着就近便利原则 最大程度方便港澳台居民申办居住证 9月1号恰逢星期六 福建省公安机关受理窗口将正常上班 受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 省公安厅决定全省公安副级办理窗口 均设计搜理点 共有1217个 其中1052个公安行政派出所 150个公安边防派出所的副级办理窗口 15个行政服务中心公安办证窗口 所以搜理点的详室地址将对外公布 福建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和聚集地 许多台商台胞长期在福建工作学习生活 近年来他们普遍反映 持用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作为来往大陆的旅行证件 在大陆的社会公共服务系统中使用不够方便 自发台湾居民居住证是困扰在民台胞多年的问题 应该说是迎刃而解 基本实现了在民台胞在学习工作生活中 与福建居民同等待遇 我们相信这一汇集台湾同胞的政治措施 将确实扩大在民台胞在福建的受益面和获得感 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朋友愿意到福建来工作 学习生活 在福建安居乐业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 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 那么港澳台居民申领居住证后 究竟能够享受到哪些便利服务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次制定出台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是在已实行的一系列汇集港澳台居民政策的基础上 针对一些港澳台同胞反映使用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 在办理网上购票 自住取票 旅馆住宿 金融业务等不太方便的问题 推出的又一项为港澳台居民谋福利的实实在在的便民汇民措施 目的就是要让港澳台居民能够在居住地享受到 与内地大陆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和便利 办理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可在居住地享受 劳动就业 参加社会保险 依法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三项权利 以及义务教育 基本公共就业服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 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等六项基本公共服务 还可享受在居住地办理机动车登记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 申请授予职业资格 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以及在内地大陆住宿旅馆 乘坐国内航班 火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办理银行 保险 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 与内地大陆居民同等待遇购物 购买公园及各类文体场馆门票 进行文化娱乐商旅消费等九项便利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海峡午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同时也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接着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湾南部连日来暴雨成灾 蔡英文26号二度前往嘉义勘灾 还特地把视频放上社交媒体做宣传 但却有自称是云报装甲车驾驶的网友爆料 蔡英文在搭乘装甲车时 车上官兵鹤枪实弹 质疑蔡英文到底是去勘灾还是去打仗 相关消息引发蔡英文办公室大动作回应 就连台防部门也要对爆料人提高 可灾民手握手 蔡英文26号再度到嘉义视察 还特地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 希望淡化达成装甲车砍灾的骂名 就连蔡班秘书长陈菊 也前往高雄水情中心了解状况 但网络上却有自称云报装甲车驾驶的人出面爆料 说蔡英文搭装甲车勘灾 车上官兵鹤枪实弹 质疑蔡英文到底是去勘灾还是去打仗 对此蔡班随即出面反驳 台防务部门也表示要对爆料人提高 在过去的官邸里面没有一次是所谓带着枪 跑去上第一线去进行救灾的工作 所以尝试上判断绝对是不可能的 台当局说勘灾备战混为一谈是荒谬 蔡英文也定调先解决灾民问题 再针对舆论做处理 但看在国民党籍民代言里 蔡当局的动作还是慢半拍 不是今天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到时候就是整个杂乱 这个可以说乱成一团 一场暴雨不止重击台湾 也凸显了民进党的危机应变 到底如何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住台新闻观察员 艾柯竹 我们要看一下他今天在岛内 都有哪些的观察和评论 柯竹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河南 台湾南部淹大水 全台盲救灾 到现在南部仍然有部分地区泡在水里 台湾媒体也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灾情上 但是昨天媒体却爆出了一则新闻 引起了轩然大波 台湾媒体爆料 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陈建仁 在8月24号 竟然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女婿 以及孙儿去金门度假 三天两夜的行程 几乎玩遍了大小金门的重要景点 全城沿途有12位随缘保护 金门警方也出动了近20位便衣警察 全城介护 虽然陈建仁全城保持低调 甚至在部分的景点 他还戴起了口罩和帽子 但是大阵仗人马仍然是引起了民众侧目 不少人还议论纷纷 这到底是何方大观来到金门 据在场人士表示 陈建仁甚至要求他们游玩过的 金酒公司和陶瓷场的照片 要一周之后才可以po上网 陈建仁办公室 昨天透过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 黄崇燕表示 尽管陈建仁职务上没有栽房职权 但是因此造成观感不佳 团队蒙受批评 陈建仁相当过意不去 并至上歉意 得知陈建仁来到金门家庭旅游 国民党金门县党部主委林方璇 忍不住痛骂 太夸张了 陈建仁不但趁着台湾 忙救灾之际来金门玩 而且一玩就是三天 根本不懂苦民所苦 国民党前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 今天凌晨在领书贴文也指出 2009年88穆拉克风灾 当时台行政机构秘书长薛香川 加班完毕后去陪岳父吃父亲节晚餐 被绿营全力踏罚 薛香川只好辞职下台 当时蔡英文还说 气得想砸电视 蔡正元表示 现在蔡英文的副手陈建仁不去关心他的家乡高雄 深陷水灾之苦 而且还是在上班时间全家跑到金门旅游 让金门军警劳失动众 替他全家处理旅游行程 蔡正元痛批并反问 不知道蔡英文有没有气的想要砸电视 台湾工商时报关注到 虽然陈建仁在脸书上贴上了新闻稿致歉 但是网友不领情纷纷痛批说 这种行径很恶劣你知道吗 以前骂别人骂得很过瘾 现在是现世报 尽管有支持者出手缓夹称 水灾哪能事先预料 但是立刻就遭到网友围攻 回响说已经知道淹水了 还继续玩下去 不管陈建仁有没有灾防职权 但是要有同理心 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观察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河南 好的我们谢谢客主为我们带来的梳理 台湾2018九合一选举 从27号开始领表登记 根据台选务机关的统计 这次九合一选举预计选出 11000多名地方公职人员 包括22名县市长 与912位县市议员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 以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 徐巧兴等人都抢在第一天登记参选 参选人开放登记第一天 丁守中抢在首日上午到台北市选委会领表 台北市只有老话 只有X话 像这样子的市政 像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还能够再期待他 给他再四年吗 丁守中开炮打头阵 带领现场市议员参选人一同领表 展现母鸡架势 同样选择27号一早登记的还有时代力量党 推倒高墙 象征告别旧政治 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领军 带着六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抢头箱登记 我们希望在这一次新北市议员的选战当中 能够打出一场高规格的选战 我的目标就是六席选上 而在丁守中之后 马英九陪同马半发言人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 徐巧新到台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 两人一现身先是满脸笑容 同框合照 紧接着才到选委会登记 与此同时 早前登记的丁守中 与其他市议员参选人也都到场 马英九顺势拉着丁守中的手 替所有人加油打击 喊出秦慧珠 王正德 耿威 王红威 李博弈的名字 高呼动算 里长 拳雷打 国民党胜利的口号 此外 五党级台北市长候选人李希坤 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立功 27号上午也前往选委会登记参选 据台湾媒体报道 各县市首日登记的县市长参选人 除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之外 还有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参选人 卢秀燕 屏东县长参选人 苏清泉等人 此外 民进党籍台南市长参选人 黄伟哲也低调登记参选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五党籍金门县长陈福海 27号中午在百余位宗亲和支持者的热情簇拥下 登记连任竞选 陈福海强调 两岸通水点亮金门 同时也启动了金门新三通时代 金门站在新时代的起点 成为两岸的中心 交流的前沿 我们有什么理由 要让金门回到孤苦对抗的过去 而不是敞开臂膀 迎向璀璨光辉的未来 五党籍金门县长陈福海 27号中午 在百余位宗亲和支持者热情簇拥下 登记连任竞选 现场齐海飞扬 齐声呐喊当选 陈福海以本色觉醒 人民第一向乡亲温馨喊话指出 金门曾经因为政党恶斗 地方与当局关系交恶 几乎沦为偏向孤儿 如今 金门站在新时代的起点 成为两岸的中心 交流的前沿 我们有什么理由 要让金门回到孤苦对抗的过去 而不是敞开臂膀 迎向璀璨光辉的未来 陈福海强调 两岸通水点亮金门 同时也启动了金门新三通时代 他说乡亲以最低的成本喝到最好的水 这是二十三年来 大家共同的智慧与努力的成果 更是两岸民生合作 最好的典范与起点 紧接着在这样的基础上 通电通桥都有可能 更有机会迎来 两岸和平一家亲 金门最幸福的时代 面对摇旗呐喊的支持声浪 以金门之子自诩的陈福海 也向乡亲感性告白指出 希望平安 责任 照顾 传承 服务 是他心中永远的金门价值 面对自己的选择和挑战 他也相信一步一脚印 坚持做对的事 中国公民党27号起 陆续将反核实 反空污 反深澳电厂等三项 所谓公投案联署书 送交台选务机关 已赶在期限前绑定岛内 2018的九合一选举 但总共145万份的联署书中 却有近百万份 被台选务机关找借口阻拦 一箱箱从车上搬下来 国民党三项所谓的公投案联署书 包含反空污49万份 反深澳电厂48万份 反核实47万份 总计145万份联署书 但台选务机关说 要第一案处理完 才会处理第二案 12车联署书 亮在外头 搬不进去 马上就是要接续 要第二案 第三案 我们就排在这里 对不起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只受理第一案 国民党明代气不过 找主管官员理论 你不要那种光话 没有意义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面对 你做事要不要有效率 我现在你不要跟我们讲光话 相对的一个权益 我们都会做完整的一个坚固 我现在你不要讲光话 面对台选务机关的回应 国民党明代干脆直接把联署书搬进大门 但遭到台选务机关的频频阻挡 该选务机关还派警力把大门封住 请你把门打开来 你们谢谢您好 谢谢您好 这是公共空间吗 没有作用 你是周选会选的警察吗 你是不是警察 你们把他拿出来 公共空间你把门封住是什么意思 国民党明代越讲越生气 就怕联署书无法顺利送件 两方僵持不下 我们就是一案一案一案的一个方式来受理之 看谁排在先 当然他排在先 现在他排在先 我们当然会受理他的 最终台选务机关答应 会处理完第一案再下班 第二案留待隔天处理 也允许国民党把联署书摆在大楼内 但要求国民党得自己保管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海峡舞报 由广东省名牌谈品 海力不锈钢管 剧名播出 面对歌迷 我永远要真 海力不锈钢管 真正304 真品质 经得起时间的魔力 真人生 真风采 海力不锈钢管 团圆的日子 总让人想起爱的味道 从小到大 一直没变 引路 把爱带回家 本栏目有 因为是小鸟 所以赛高端 小鸟电动车 指定散注播出 唤醒野性 乐护 激发潜能 只为超越自己 乐护 释放你的能量 豆本豆豆奶 天然的 补添加 国民营养好豆奶 CCTV7 寻找中国种植牛人 寻找中国养植牛人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新时代 新农业 新农人 国家队 耶 我要为国之光 我要事业成功 我要考虑小鸟 为动力 成队有活力 人生有动力 老年人十种常见病症 您有吗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贫血 失眠多梦 气短 心慌 多汗 厌食 腹胀 肾虚尿贫 别担心 葛红牌桂龙药膏 驱风除湿 输精活络 温慎补血 有效应对十种老年常见病症 祝您五脏调和 身体健康 一体多症 试一试 葛红贵龙药膏 六十八海里 是你我最近的距离 跨过了山河大海 隔不断血脉清晴 他们冲破海岸线 来大陆祝梦 书写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叶班长叶清林 带着十年的驻台深情 为您讲述 渡海少年的诗和远方 叶班长之台清驻梦记 每周三晚九点十分 倾情讲述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同时也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来看一条 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 2018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媒体吹风会 今天上午在吉林长春举行 每年空军航空大学开学的时候 空军都会举行飞行表演 及开放日活动 向外界展示空军建设成果 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加入人民空军的行列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这里是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这里是我国培养空军飞行员 和飞行指挥人才的重要基地 因此每年的开学之初 空军都会进行飞行表演和开放日活动 这也成为了空军一个重要的开放窗口 今天上午的媒体催分会上 空军装备部 空军政治工作部 空军招飞局 空军航空大学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2018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的相关安排 以及装备展示特点 和空军装备建设发展情况 还介绍了空军军民融合 培养飞行人才的情况 空军开放 空军开放日有战机的飞行表演 空军现役机型和装备展示 而今年的空军开放日 将会跟晚年有很大的不一样 除了晚常的装备展示 飞行表演之外 歼10和歼11将会首次进行 疫情机的对抗表演 一级参加疫情机对抗表演的是 歼11BS和歼10S两款战机 这两款飞机都是属于双座战斗教练机 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谓的疫情机的对抗训练 是指不同型号的战斗机之间 进行飞行的对抗训练 它与同机型对抗训练相比 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的接近实战 对飞行员的各方面的要求也更高 这也是首次在空军开放日 进行这样的表演 也能从侧面来反映出 我国空军越来越自信 实力越来越强大 随着我军军营开放步路正规划 空军开放日这样的活动 将会越来越多 科目也会越来越精彩 东南卫生记者吉林 禅川报道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27号透露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4号 分别于韩国外长康金和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通电话 讨论下一步对朝鲜的策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二十七号发表声明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韩国外长康金和 在电话中承诺 将继续保持两国间密切协调 并继续对朝施压 直至朝鲜契合 蓬佩奥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在电话中均表示 同意继续对朝鲜施压 直至朝鲜契合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 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说 他已要求国务卿蓬佩奥 推迟下周对朝鲜的访问 他说美朝在朝鲜半岛 无核化问题上 没有取得足够进展 但他表示 蓬佩奥期待着 在不远的将来前往朝鲜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桌显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美国国务院二十七号发布公告 宣布美国因俄罗斯前特工 在英国中毒事件 而对俄方实施的制裁 于当天正式生效 相关措施将执行至少一年 对此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表示 俄罗斯政府需要一定时间 来评估美国新一轮制裁 对俄经济的影响 佩斯科夫同时强调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 将与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一致 设在哈牙的国际法院 二十七号就伊朗起诉美国 违反两国友好条约案 举行首场听证 伊朗方面重申 要求国际法院 叫停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 伊朗代表穆赫辛 穆赫比说 美国推行的政策目的 是尽可能重创 伊朗经济 国民及企业 这样的政策 无异于赤裸裸的经济侵略 伊朗将使用和平手段 全力抗击 美国对伊朗经济的扼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同一天则发表声明说 伊朗的起诉 是试图干涉 美国重启制裁的主权权利 7月16号 伊朗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指控美国重启对伊制裁 违反了两国 于1995年签署的 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 阿富汗内政部27号证实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阿富汗分支头目 阿布萨阿德埃尔哈比 日前在东部南格哈尔省境内 被打死 阿富汗军方和外国部队 25号晚针对在南格哈尔省 霍吉亚尼地区的 伊斯兰国目标展开联合军事行动 除阿尔哈比外 还有十多名该组织成员 在此次行动中被打死 目前伊斯兰国方面 尚未就阿尔哈比的死讯予以确认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 27号发表声明说 他们上周末 在两起非法移民偷渡事件中 共拦截183名非法移民 声明说 25号上午 有44名来自叙利亚 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非法移民 在爱琴海岸切尸梅镇附近海域 被海岸警卫队拦截 同样是在切尸梅镇海岸附近 26号 另有139名来自叙利亚 也门和埃及的非法移民被拦截 据了解 这些非法移民被带到切尸梅镇后 立即被转送至当地的遣返中心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韩勇9加9指拖生发散 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药品 国家专利指拖生发 韩勇9加9指拖生发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唤醒野性 乐乎激发潜能 只为超越自己 乐乎释放你的能量 豆本豆豆奶 天然的补天佳 国民营养好豆奶 当时来之不易 珍惜从我做起 CCTV7 寻找中国种植牛人 寻找中国养植牛人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新时代 新农业 新农人 豆本豆豆奶 天然的补天佳 豆本豆豆奶 植物蛋白 好吸收 豆本豆 国民营养好豆奶 瓶砖和其症 结果更尽兴 瓶砖凉茶和其症 我要进国家队 我要为国之光 我要事业成功 我要考虑 为动力 成功有活力 人生有动力 孩子天天长 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 促进生长发育 理智高 助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海峡午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议会组织的 两岸记者团 22号走进内蒙古参访 一路往北 25号 两岸记者来到了 边境的黑山头口岸 黑山头作为 国家一类口岸 是中俄双方 通商往来的便捷通道 这里也因地制宜地 开发出了 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项目 程游轮穿梭于戒河上 威俄的中国国门 矗立在口岸上 俄方村落小镇 尽在咫尺 黑山头口岸 与俄罗斯的旧粗鲁海图 隔阂相望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逐步形成了 以进出口贸易为主 以旅游服务业为辅的 口岸经济发展模式 戒河景区的观光游船 每年只在夏季运营三个月 特色的风光 吸引了众多游客 这个旅游是我们这里 每年几点十万人左右 最高峰一天能达到 一千五百人左右 因为能近距离地 集合到俄罗斯的风险 看中欧的友谊 见证中欧两国的友好 一水分两个 有毛灌篮这种概念 黑山头口岸 不仅是呼伦贝尔市 绿色产业产品 对外出口的重要窗口 同时又是满洲里口岸 或五分流的理想通道 船型介合上 可以一览两国风情 特色的边境风光 也让台湾媒体人感触良多 难得来到中欧边境 然后尤其是刚在坐 那个船的时候 就是俄罗斯就在你的眼前很近 然后又加上说 你会有一点点警戒的感觉 因为还有鸣笛 所以有点探命的感觉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 今天到这个国门这边 也是第一次看到 看到这个国门 就觉得很壮观 挺好的 看到这样的边界 我们感受到那种国土的伟大 我们可以感受到说 如果来到这个边界来看的话 会对世界之大 会有更多的一份尊敬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 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感线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感线 官方微博和东南卫视 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再见